寫了一個叫 藍鬍子的城堡 喔!這個藍鬍子 可是他寫的跟你們平常聽的不太一樣 他殺了很 他寫的是 他殺很多東西 對,可是他把它改編了 他把那種傳說故事改編了 他把他改編了 不會再像你們聽的那種傳統故事 你看他把我托克怎麼改編的 他就聽一下他的恐怖的音樂 先聽一下你們才知道那個藍鬍子的城堡 你看巴爾周克寫的都是這種 一面聽一面講 這就是大家開始 巴爾藍鬍子跟他太太開始在聊天 他太太日子過很好 他藍鬍子很有錢 他是一個城堡的寶主 娶了他太太之後 可是他太太就覺得藍鬍子 這個 他的鬍子是藍色的喔 不是白色的不是咖啡色的 也不是黑色的 是藍色的 他看起來都陰生生的 怎麼樣 他看起來都很冷漠 他太太就說 你到底愛不愛我 那藍鬍子就說我當然愛你 可是他當然說 可是你都跟我保持距離 藍鬍子說 我的愛就是這種方式 不是每個人的愛都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像老師這麼親切的 有些人看起來是很冷漠的 藍鬍子就是這樣喔 他看起來就說 你一定有很多秘密沒有跟我講 藍鬍子就說 我只要愛你 我給你錢 給你這麼漂亮的房子 就好 你想那麼多幹什麼 不要問我以前在做什麼 不要問那麼多 然後澳疾心不要走起來 好 結果 有一天 他太太都覺得藍鬍子好像在隱瞞他什麼 有一天 他太太就在鬍子這樣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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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找到了七個人 七個人 都上手了 他太太就 藍鬍子去打獵回來 就說 藍鬍子 你好多秘密沒有跟我講 用钥匙把这七个门打开 我感觉那里面都有东西 而且 都有血腥味 阿老夫就说 你不要知道那么多 跟你讲我的秘密 不想每一件事都告诉你 阿可是他太太说 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有办法 跟你生活在一起了 你一定要说 真的吗这是你逼我的 如果我说出来 我们会不信 你会不信你要吗 她太太说你不告诉我 我也不会幸福 女生真的是这样 你们认为女生比较好奇心 还是男生 女生比较好奇心 可是男生 有人说 女生的好奇心强过于 她的爱 你们同意这句话吗 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哦 她就说我一定要知道 不然我没有办法爱你 最后男父子知道很悲伤的说 就拿出钥匙开了第一道啊 一打开门 里面是刑具 里面是那种 把人靠在墙上的 那种 那种手铐 还有那种打人的棍子 还有 拿那个鞭打人的东西 很多那种打人的工具 然后每一件上面都是鞋 都是鞋 都是鞋 然后 她太太说这是什么 她说这是刑法 用刑 打那个囚犯 知道囚犯吗 打囚犯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通往那种地方 然后她太太看的就好可怕 上面都是鞋 然后她说 我还要看第二间 她老男父子说 你真是太好奇了 再打开第二间 第二间里面都是那种 打仗用的刀子 盾盘跟盔甲 上面都账了什么 鞋 鞋 上面都是鞋鞋 她太太说 怎么都是这个 都是鞋鞋 男父子就说 这代表我 以前到处去打仗 有杀过很多人 第一个是代表男父子 以前小时候曾经遭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对我协议 她太太说我要看第三道门 然后那个打开第三道门 里面都是金银珠宝 可是金银珠宝 她太太看到了 好漂亮喔 都是珠 珍珠拿起来 上面都是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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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是鞋鞋 男子就说 好了不要再看 我们还要再看第四道门吗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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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 第四道门 第四道门里面都是一些 从各个国家来的花 跟草 都开花开得很漂亮 是鞋鞋鞋鞋 那她可能说 哇这些花我从来没有看过 就走进去 你看 这些花是用鞋液的呀 浇水的 他们一般 我们浇水 不是浇水吗 浇水吗 可是它是浇鞋液的 浇鞋液 到鞋液长大了 她说 好鞋液 好酷 然后她 她说 好了 看了几道门 四道门 不要再看 她说 不 我要看第五道门 女孩抱歉心这么讲 那她就打开 第五道门 第五道门 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很漂亮 都没有写的 她看了 然后她就说 好漂亮 然后她说 到此为止 你不要再往下看 她太太说 可是 然后就说 我们从此 过着幸福 快乐的生活 你不要再问下去了 这样好不好 不要再看第二 后面两道门了 要 要 要不要看 要 她太太就是 不行 我只要想到 有两道门 没有打开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就很难生 就觉得每天我会睡不着觉 你们会不会这样 不会 有些事没有知道很难过的 不会啊 她太太就 蓝胡子就 叹醒 蛤 为什么会这样 就打开第六道门 里面是个水池 水池 都是水 她太太说 这是什么水 蟹 蟹水 不是 她的泪水 蓝胡子的泪水 那在有蓝胡子很多伤心的事 流了很多泪水在里面 她会哭哦 对啊 所以蓝胡子就说到死 她接着她说 最后一到门 她看来就把她打开 你别这么跑啊 就把她打开 一打开 里面发现 里面有三个人 没死 就是蓝胡子以前的三个老婆 只是这三个老婆已经都怎样 发疯了 眼睛都两眼无神 都是这样 三个人在那边走来走 像蜂子一样 两眼无神来走来走去 然后 她刚才就问蓝胡子说 他们三个是 传说中被你杀掉的人吗 蓝胡子说 我根本没有杀他们 我只是把他们关在这里 因为他们都疯了 那大家想说 为什么他们会疯呢 然后蓝胡子说 因为他们逼我打开 这七道门 想要知道我的一切 你知道我的一切之后 我还能让你 放你出去吗 然后她就把 她太太就想要跑了 她一直就把他抓住 我已经告诉你 不要问那么多 你还要问 哦 最后 就把他推进去 第七道门 然后就把门关起来 锁上 她太太在后面 把我出去 把我出去 不要不要 可是最后 她太太就没声音 最后 这个太太 就像其他太太一样 在里面怎样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变成疯子 这个故事就是在讲 现代人 夫妻相处 你看她已经写得很现代 她把你们听过那种可怕的蓝胡子 我们的故事改编成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一直想要知道另外一个的秘密 可是知道那么多秘密 有时候会怎样 产生 无息 有时候我们 不要知道那么多的 你如果知道你的男朋友 哪一件事 这样好吗 还是你想要让你的男朋友 知道你所有的事吗 对啦 摇头对不对 所以她 你看 她这个音乐已经都写了很现代 所以你看 那个巴尔佛河写的 这个就叫现代音乐 故事都跟以前 听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音乐听起来也是不一样的 唱起来就是像这样 她就大概就说 你真的要想吗 你真的要看吗 会不幸喔 类似这样 我们看下一首是什么 看下一首是什么 要开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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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盘 他开一盘 他弄你 这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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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音乐 蛮好听的 你没有会觉得 我还过瘾 没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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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音乐叫你过瘾 啊 一拍 來,你就是要打開的,你一定要讓你好耶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他的音樂很貴對不對,故事也很特別,很現代